很寶貴 我們這樣對你多好 謝謝 好我剛剛聽了 官員還有我們 議員的主任講了 我也提出一點看法 我覺得剛剛說的很矛盾 他說 綠地不見了 既然綠地這麼寶貴 那為什麼還要留這個保留 這麼大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不是拿來做綠地嗎 文資這種東西 是拿來幹嘛的 給後代 去沾養去回應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光碟 一些像圖書館之類 把它保留下來 你現在重新開放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保留室啊 很多地方不是都這樣做嗎 你為什麼一定要保留現狀呢 而且現狀已經這麼長破不堪 又在大馬路的旁邊 能看嗎 你把我們這個區當什麼 二等區是不是 能看嗎 我們這邊不是松山 別的園區都是有規劃 長期規劃 你隨便一來就說要保留 那我問你為什麼要保留 在大馬路這一棟 中間那棟不能保留嗎 剛剛主任也有講 那個看過去的視野就有差了嘛 對不對 那你沒有律定 為什麼你跟文字會可以討論了嘛 不然請他來跟你們一起討論嘛 人不來就說是你們文字會講的 啊我們到底是怎麼樣過程 我們也不了解 對不對 開會不是說我們各個單位都要來嗎 最好是層級再拉高一點 局所長都來最好 為什麼 他才聽得到聲音嘛 因為經過轉速的話 不一定是 百分之百轉速的會來非常的完整 好不好 而且開會你看今天這個空間這麼小窄 外面那麼多人想要擠點都沒辦法擠進來 第一個開會地點就錯誤了 那旁邊那麼多地點可以選 偏偏選在這裡 這我覺得很奇怪 好 然後我現在這點就是 保留 中間為什麼不能保留 為什麼保留在大馬路旁邊 綠地沒有 為什麼還要保留 這個廢區 然後不讓他弄成綠地 很矛盾 讓人家覺得很矛盾 好不好 大家很重視地地 那為什麼還要保留這一棟呢 很矛盾嘛對不對 你說大家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對 謝謝 謝謝 那個副總要回答還是再來 沒有 對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剛剛其實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未來的 未來的 這個地區的開發 這邊會退60公尺 所以這邊是一個綠地 未來是一個綠地 我們周邊都會退 然後開放 不好意思 那我差點不好意思 這60公尺從哪裡順到哪裡 沒有標示啊 從建築線到這裡 基本上是從建築線開始 這邊都在這裡 是馬路 包括巴黎站內嗎 沒有 沒有 從建築線 拜託你以後要寫 不是啦 不是啦 今天我不是要來談設計的 所以我只能用這樣跟你講 說60公尺 我下次 因為我這次談這個 所以我沒有準備那個東西 我繼續講 第二件事情是說 我為什麼要保留這一棟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這裡面有幾件事情要考量 我有地下室的開發力 我有數群要保存 這是我們在做整體規劃的時候 我們認為應該要保留 我們認為這一棟會比較好 你如果在中間的話 它會影響到一些洞線的出入口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話 沒有關係 可是我必須要跟你講 發展局在做規劃的時候考量 覺得這一棟是最恰當的 那我就只能解釋到這邊 我在跟各位報告 當初我們承諾 承諾文資委員會的時候 要保留的時候 他們也跟各位一樣擔心 你們不要又留一個文資管 又留在這邊做一個這個處理 所以我們當初也有承諾 說我們這一棟會 並同我們的整體規劃 做一個考量 該整修的 該到時候該誰負責的誰負責 可是我現在沒辦法回答你 就像剛剛那位先生叫我馬上把它開放出來 很抱歉我沒有辦法 是因為我市府裡面 我也還沒有僑定 想白就是這個樣子 我今天來就是今天很快的 其實我們是非常的急 就像剛剛講我六月多 我馬上就找建築師來 我不是全店阿媽阿哥找建築師 我也要有招標的程序 你要體諒我 我今天就是很快的 想要把這個地方先開放出來 所以我的目的非常的清楚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體諒我們 我們已經動作 發展局已經展現最大的誠意 各位如果要對於剛剛講的 開放空間這件事情 或者是 各位覺得這個地方開發不是很好 很抱歉 今天我也 我雖然代表發展局 我今天在這邊沒辦法回答你們的問題 就像剛剛各位 這位大哥講的 這個下禮拜四是都委會的這個部會 各位可以到都委會去那邊陳情 那你們可以去那邊講 可是今天 我跟各位講白了 我今天 你叫我開放這邊 我也沒辦法說我要開放 我今天坦白講 我的任務就是 跟各位報告 你們有任何 對這個部分有意見 就像剛剛停車位 這個老鼠 這個東西 我都可以處理 就只要大家達成共識 所以我大概簡單的回答 大概是這個樣子 謝謝 謝謝 我們大家還是 都發掘副總公司是這樣 他們也是想為這個 拆除這個品載這件工程 我們大家也是給他鼓掌 好不好 謝謝 因為他鼓掌上的動力就會 蓋得更好 我們大家希望把它蓋得更好 等一下 還有那個 未來廣次 如果萬一 萬一都企劃過 然後 他們施工 是整個 整天基地一起做嗎 不好意思 剛剛忘了回答你的問題 這個東西會 是整理 這段 這個部分 我們都還在考慮 因為坦白講 這個案子 未來 他其實 因為工程的關係 他有些會低下連通 有些可能是可以獨立分開 這件事情設計會牽涉到他整個發包的方式 包括你要用統包還是設計標等等 所以我們會把您的意見納入考量 其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其實如果市政府沒有這麼多錢 沒有這麼多的能量的時候 其實應該是要分期開發 可以讓這件事情不要這麼集中 變成大工地 這是一種考量 所以這個部分牽涉到我的規劃 我的錢 我的能量 這個我大概沒辦法回答 可是我會把你的意見帶回去做考慮 我大概等一下回答 謝謝 一樣發問 大姐 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 如果都受費福利地的話 那我們建了房子的時候 要建到三四層 是不是 要對他講的 不是我的 三四層 三四層 那三十層 不是很突兀嗎 我們這邊才四層樓 以後你要考量到我們這邊 林口這個 總有幸存的話 有多少個 因為那塊地很平等很完整的地 不是開到二十六 你蓋到三十塊 如果蓋到二十塊 這變成什麼社區 人太多了 有有药 就有人 你建的越多 人住的越多 人住的越多 那我們這個 信義區變成什麼 錦林的101 變成這樣 四級民宅 不好看啦 對不對 這一塊地那麼大塊 而且我們這一個 林口這個 你看到一百一十四項 那大家都是四五層樓的地 如果以後 都更了以後 大家要蓋十五層就好了 現在四層樓 在七到十五層樓 都幾層樓出來了 那這一塊地 不是這樣蓋到你 你蓋到一個 廣廣地點 那這個雞 不好看啦 那要請我們市政府裡面的官員 大家幫忙一下 蓋一個更漂亮的社區啦 那你沒看到啦 沒有在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四周圍 那麼完整的一個地 都是四層樓的地 要來開花 要給客戶者 一個很大的面子 你如果要蓋一個 他現在跟他去韓國回來而已 他的經驗收集的那麼多了 把我們蓋得漂亮 不要蓋得三十多 太多 而且我們這個地方 又是地震帶 是不是 你蓋到三十層樓 我們 這邊就可以蓋到二十層樓 你看二十層樓 多多少富出來 你有那個富士 就有那個人士 有那個人士 這個街道 比一零零更多 不好啦 拜託 我們這裡的議員 我們這裡的祖令 拜託 等等 把你們的議員 還把我們政處一下 如果要建這樣子 那麼完整的一塊那個 那麼大的地 開到這裡 那邊 拜託 拜託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